新竹正希寶 請問在座有寄過正希寶的請舉手 或我不受大部分都有寄過 我記得正希寶其實給我很大的感受 來 我們現在就來放一下 好 請把這燈關掉 把這個音樂也關掉 那邊可能那邊有稍微 唉 各位朋友 在正希寶的時候 我們走在那個森林裡面 是一種享受 我記得 在森林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 周廟那一首詩 陽光灑在心上而不止於身上 河流傳住生氣而非同堂而過 Givine世界 我們都要同人之心的 這個不是我造的 這個是沒有我們造像 然後協助一下 你看一朵花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都是孤立掌墓嗎 找下來的東西 當然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家 輝瑯 各位朋友 他這樣子的孫子一起 幾乎我都不認識 可是這個吳小禮我對他們的欣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百年来台湾有那么多的地震 台湖 可是你看它意义不咬 生命力是很放肆的 这一颗最特别 我看到它的 看到它的时候我一直笑 而且有一点自卑 这个不是撞上去的 这个叫做蓝人树 那它的附近有一颗叫做蓝人树 也是很热的 这个是我公司的一个产物的 你看 你这样我告诉你 你在它面前你就显得 你的渺小 各位这个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喔 才可以感受出它的漂亮 它的震撼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你看很少人去的地方还是有人要丢垃圾 那我们看着我们是看着很生气的 生气到好 你就把它捡回来 看着我们是看着很丢垃圾 做蓝人树 像我现在在看这个喔 我认为它很漂亮 整片的樱花树整片的什么我认为 它不是很飘 我认为在那个岩石森林里面喔 看到这样子它 你就会感动 你看那个荧物 鸟浪喔 你看连它们要烧彩的木头 堆点在那里 都很漂亮 都是艺术品 大家各位 看一下喔 我把它叫花栽体 各位 现在是我们的母亲 也是我们的老师 好 先停一下 各位朋友 我先用一个比较简单 森林的情境 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在新竹的正希堡 我要讲一个故事 我的习惯 我们进入森林里面 我常常会有一个祈祷仪式 就是会跟三神说 我们来的 我们来拜访你 那我记得那一次 我们也邀请一个原住民的朋友来 他在那个登当口的时候 他带了一把翻刀 他就走到我们前面 然后刀子拿起来 他就旁边砍了那个乳筒 然后装了那个水 然后让我们大家洗洗手 然后他就讲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到现在我永远记住 他说各位朋友 我们虽然来自不一样的家庭 但是我们今天要登山 我们就是一家人 当我们一家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互助而做 大家可以爱后兄帮忙 你看那个人体力不好 你可以帮他拿这刀 他肚子饿了 等样东西 就拿起来 各位 他先一个概念给你 我们是 登山的就是要互助而做 第二 我们来这里 这西方看起来 山好像很高 其实它不高 但是如果你的体力不好 你不用怪这个山高 你要怪你自己 各位 我们习惯都是在怪别的 很少见到自己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山永远在这里 今天走不动 下一次还可以再来 把身体念 各位 单单抛这两个观念 我们就深受感动 所以 那天我们在爬山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很顺利 包括上厕所 尤其女生 上厕所都睡觉 睡觉 一个斜坡 大家这样哭 放就会 呜 老来看 你看 你上厕所都一样睡觉 就知道大家是相亲相爱感情 多好 那 山西宝 我先抛 它是一个启发 我先用一个情境 那因为当然 我们 简见出来 它不是 一个很漂亮的实景 我认为最漂亮的实景 是你应该到现场去看 那再来 我有成立一些 我一些诗 那这些诗 就是一种分享 那我等一下 也带了一些东西 要来给大家 只要你念一段 来 请你帮忙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